哎呦聊四季 電眼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要來看孟加阿倫對上葡萄阿倫 正常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了孟加阿倫 孟加阿倫最大的特色 是他每升級一個10代史 城鎮中心都會多出兩位村民 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那孟加阿倫他的相攻也是特別厲害的 這個只要點下派科技之後 攻速可以增加20% 而且同時有抗招響 還有這個抗額外傷害的效果 所以孟加阿倫的大象算是複合性的 性質來說最難產的一個大象文明 那孟加阿倫的僧侶也是特別厲害的 老頭天生有雙三房 然後通常可以搭配自己的相公做一個搭配 因為相公血量多滿 後面可以搭一些老頭做補血 而且他的這個大聖佛教 也可以讓自己的村民 還有老頭這個佔用人口數 下降10% 所以後期這個搭配組合 是非常適合孟加阿倫 但孟加阿倫呢 有一個問題要注意 是因為他是不能產出騎士單位的 所以通常如果要用騎士的話 只能轉這個戰車出來用 但是戰車是他的寶兵 所以產量也不是很穩定 而且呢他的這個造價也不便宜 攻擊力近戰傷害來說 也比114還要低 所以孟加阿倫 所以算是比較缺乏 這個機動性近戰單位 通常都是可以轉大洛馬來使用 雖然他沒有大洛馬 就是我們俗稱洛馬 洛馬的話打毛兵還有加2的傷害 所以孟加阿倫來說 算是一個偏進階性的文明 打法比較不太一般 那接下來看一下葡萄奧倫 葡萄奧倫呢 是可以蓋出這個趕灣大山站 可以讓資源慢慢一直跳上去的一個建築物 這是我們俗稱的無限資源戰術 那葡萄奧倫呢 他比較厲害的東西 是他所有的黃金單位 都是八折優惠 所以他不管是打騎士啊 或者是打工兵 都是有個很好的加成 當然也可以打他的寶兵風型砲 然後再打這個火槍兵 火砲都是很適合他的 因為他的精冠技術呢 是這個火神槍 可以讓自己的火器單位 獲得這個彈道權的加成效果 所以他的火槍火砲 還有這個火砲塔 都打得非常非常的準 所以這也是葡萄人 後期一個非常強力的一個 後援科技能力 那接下來稍微介紹一下兩邊的選手 我們目前看到紅方是我們的痛大師 在前一場的影片 不小心把痛大師跟肥龍搞混了 肥龍的話 他是比較常會取一些怪名字 但是通大師的話 好像都是比較常用這個名字 目前我們藍方呢 也是知名的選手 天空熊 也是TAG戰隊裡面的頂尖選手 天空熊呢 他最近的分數快要直逼2500了 沒有去查 他大概應該也快2500了吧 還是已經到了 有點忘記 他分數真是越來越誇張了 應該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目前台灣分數最高的 好像是天空熊了吧 我記得第一次離也蠻高的 好像兩個人不分上下 克勞的分數是比較沒有在跑 主要是因為他像是教練身份 比較是會去跟選手們討論 戰術的部分 所以分數來說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但還是很高分 2400分也是有 那2500好像也有 他都接近了 印象中還是已經有過了 我講這些話會不會得罪人 好 我們回到比賽當中 那目前看到這個 天空熊呢 已經下了軍營 準備要來升封建Style 那這場比賽 我也是沒有看的 我看到天空熊玩孟加拉 然後又是遇到痛大師 這個中國的高手 玩葡萄牙 就有點興趣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這場比賽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孟加拉人 這邊直接打出了棒棒開局 那天空熊可能是想要來考慮 轉這個棒棒 然後看可不可以爭取時間 然後轉城堡 如果沒有辦法爭取時間的話 就可能是轉封建工兵 或是弱馬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這一招算是 比較常以前看到的 黑跳城戰術 如果看到 衝大師這邊是有早期抵抗的話 可能就不會去轉出 太多 可能就還是會轉其他兵 那如果通大師這邊也是想要 開挪的話 他就可以打一個黑跳城騷了 原來天空熊這邊的地圖 嚴格上來說算是挺好 但是黃金或點遺漏在外面 稍微小圍一下 這裡圍到底 看到通大師這邊 金框在前方 手在後方 其實兩邊地圖都是上好圍的 沒有到很難圍 但通大師這邊的問題 是兩塊附金都在外面 所以這邊一定要 自己的主金守住 不然就會爆炸 看到天空熊這邊 直接拿棒棒開打 敲掉了通大師的一隻村民 這邊交換來說還不錯 而且用自己肉馬去 秀了對方的 槍兵 好 這邊三隻肉馬 也是來到了天空熊家裡 但後面有一隻槍兵等著 天空熊果然也是打一個正常的開局 原來這邊其實要圍地方有點多 如果是左邊大圍的話 就不能直接圍死 好 那這邊有看到 對方轉出了射箭場 這邊轉出了弓兵還有毛兵 目前用垃圾兵 稍微防守一下 好 這時候通大師一擊射已經快要好了 所以我想在前面補了一個兵工場 太會要先點下一隻射 才有出門的權利 不然他是沒有資格出門的 天空熊 天空熊現在遇到對方有一擊毛兵射程優勢 一定要走到非常前面才可以攻擊 但走到這種前面很容易吃到對方的毛兵傷害 而且對方被攻擊的時候也可以瞬間拉走 所以一擊射來說 是攻兵 對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合技 一定要優先點 不管什麼情況 攻擊的時候一定要優先點一擊射 不像這個近戰單位 還可以考慮點攻擊力或是防禦 在攻兵的世界裡 射程就是一切 還有這個射擊速度 像有拇指環、彈道雪 都是很重要 天空熊這邊看到這麼多毛病 有點受不了 補了一個馬就 不然他覺得壓不回去 而且正面還沒有鎖死 會有點危險 這個就是痛大師想要獲得的效果 逼天空熊轉些肉碼 出來擋下正面 不然自己出了這麼多肉碼 可能會有點虧 上時代會輸 但痛大師就是希望天空熊也跟他一起出肉碼 如果天空熊不出肉碼呢 會很難扛下 如果這一波的兵走進去 他這邊佔毛病 數量上已經有點劣勢了 如果再不出肉碼的話 給對方壓力 那他可能這一波進來 可能就會倒了 所以我覺得轉肉碼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這也是 同時也是對手想要的一個效果 天空熊這邊補下了弓兵 可能想要轉點弓兵去射肉碼 然後用肉碼去打這個毛病 這個 肉碼總計來有點麻煩 好 痛大師這時候已經在存資源 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看起來圍 這邊他有洞喔 他也沒有完全圍死 好 這邊肉碼 痛大師可能以為他裡面藏的只有一隻肉碼 想要下下他 結果一出來四隻肉碼 哇 弓兵也出來 嚇都嚇死了 四隻肉碼怎麼死啊 好 趕快拉一隻槍兵 但這邊毛病數量已經很下降 只剩下少量的四隻毛病而已 還有四隻肉碼上前應戰 稍微擋住一下肉碼的傷害 但是天空熊這邊的弓兵很多 所以肉碼可能也扛不太住 這時候天空熊補下了輪軸技術 但痛大師這邊 稍微用了四級買賣一下 賣了兩百木頭跟三百木頭 這個CA模擬器居然還改版喔 賣了兩百木頭不會再向前一個一個往上跳 這樣可以節省這個資訊空間 改版越改越好 好 城堡時代補下 這個結局就是痛大師想要的結果 讓天空熊晚點上城堡時代 爆更多馬 那天空熊這邊待會就不用爆馬 只是全部出弓兵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可以出弓兵喔 是因為弓兵的部分 只需要木頭跟黃金喔 在對於三十代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單位喔 如果你真的想要兵繼續進攻 或是防守的話 攻兵單位其實是一個很省肉的單位喔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思考這些細節的部分 好 這邊看到天空熊毛病過來繼續投資 但天空熊這邊也有毛病喔 所以要打回去應該問題不大 只要稍微 讓自己的弓兵走位一下就可以 但進攻還是要持續喔 那痛大師這邊呢 上城堡時代 轉騎士也是很夠OK的 畢竟騎士八折 可以省很多黃金喔 一隻騎士只要五十幾黃金吧 花到監禁弓兵的價格 可能五十八塊吧 有點忘記了 好 這隻毛病還在修操作 喔 剪掉了天空熊的一隻毛兵 哇 就秀這一隻毛兵秀得這麼開心 反正上城堡時代也沒事做 補了一個一級挖金 趕快忘記輔 好 騎士趕快按 天空熊這邊升時代還有一分鐘 快進一下 好 看到升城堡時代之後 先把光兵拉回家 這些 富含黃金的黃金兵喔 這個垃圾兵喔 不是黃金兵 就在前面喔 稍微拖移一下 直接去裡面探查一下 看裡面有沒有開城鎮中心啊 其實上城堡時代初期喔 最重要的就是要獲得資訊喔 看一下對面到底是打什麼兵種 還有對面是有沒有開弄的一個狀況 那天空熊看到對方開弄喔 直接上了二級射 然後轉出了孟加的城堡 這該不會是要來打那個寶兵嗎 戰車路線 好 弓兵往前走 但是奴兵的升級不太能夠升級 左邊騎士打破了一個缺口 趕快下修道院 OK修道院已經下好了 待會騎士衝進來也沒有那麼害怕了 但弓兵這部分喔 趕快要升級一下喔 不然單純小弓可能會被擋得很輕鬆 好 天空熊這邊是決定單TC要來打3TC了 那留給天空熊時間並不多喔 他一定要趕快傷到對方的經濟喔 不然3TC運轉起來 他可能就沒希望了 好 看天空熊這邊有一隻催民被抓到喔 好 通達師這時候補下了自己的品種 好 戰車這邊攻擊力是7攻 有二級射 好 一隻轉去近戰傷害 唉唷 抱歉了 他爆錯了 戰車是攻擊力10攻喔 我們剛剛開頭是講8攻喔 好 這個部分有時候會搞錯喔 一些單位的數值 8攻是誰啊 薩金特衛隊嗎 好像也不是耶 好像也不是耶 我記得有一個寶兵是8攻的 傷害有點偏低的 阿 是這個爪包勇士了 好 那個爪包喔 好 那個戰車呢 他的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造價比較昂貴 雖然體質上來說還不錯 好 當然數量開始多起來 騎士開始反殺回去囉 好 前面的工兵也沒有繼續往前了 因為沒有身為奴兵喔 有點害怕了 對方投資車出來 這邊直接敵掉木牆 發現這邊是所死的 秀刀院太胖 卡住 城鎮東西蓋不了 好 戰車數量來到了7隻 好 當然這邊有工程器製造所已經蓋好 還補了一個40級 再來經濟調整一下 賣了100木頭 轉了一些黃金 按了一台投機車之後 還按了一個老頭在家裡繼續防守 好 這邊有的走得太近 直接把自己的騎士給滴掉了 不然他這個往後拉也拉不走了 工達斯這邊反應還算很OK 速度非常快速 好 投資車這邊打個一發 先穿掉弩炮嗎 想要先打投車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好 看到對手已經前線蓋了一個 城鎮中心 天空熊這邊還在想辦法解決 家裡這個騎士的問題 好 老頭這邊CD已經好了 看要不要拉個老頭去招搶一下 招一下血多的 應該招得到 Nice OK 那這邊三隻騎士應該靠一隻 騎士就可以解決了 這邊都殘血掉了 戰車看要不要趕快拉去前線 趕快應戰 趕快應戰 甚至去燒到這邊側面的木頭區 還有左右兩邊這裡 好 那這邊看到該城堡 天空熊這裡也沒有把石頭賣掉 反正拉了很多村民前線壓寶 給通達斯更大的壓力 那其實葡萄人 他這個文明即使不開農也是沒有關係的 畢竟他可以上地龍時代打這個港灣大長戰 去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但我記得是不是港灣大長戰 價格好像有變貴一點點 沒有像以前那麼快速喔 直接可以開農 好 這邊通達斯繼續轉出了騎士 但後面有城堡這裡不太好解 但還好葡萄的老頭也算是能用的 好 這邊通達斯直接被騎士給擠掉 好 戰車被招搶了一台 後面還有一個老頭 直接上去硬射掉 直接轉進在模式開打嗎 OK 拿起刀 對著通達斯就是一陣爆砍 這邊爆砍結果其實不差 好 其實這邊有點傷 損失有點慘重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到派科技喔 戰車也可以用得到 所以戰車成型之後 再點下派科技其實傷害會非常的可觀 好 但是戰車最大的弱點就是戰毛兵 他不管切成近戰模式還是遠程模式 都會吃到戰毛兵的額外增傷 所以這邊轉出大量戰毛兵 確實是對於葡萄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至於黃金兵總要怎麼打戰車喔 就直接出老頭 然後配上騎士啊 或者是直接轉頭車火炮 電用時代火炮 都可以考慮的 好 後車後面拉了三隻騎士去追逐 OK 抓掉了 戰車的數量有被消減掉了一點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 小小 還送嗎 也還沒有 到飛航送 有點兩邊互相交換吧 但數量確實是要這樣一些喔 只剩下七隻而已 好 這邊直接往前走 後面還有少量戰車繼續補了過來 但聰明書來說 天空熊有慢慢追上囉 現在是78村對上通大師 88村 村民差距約為10村而已 而且這邊騷擾一直有在做 好 這邊工兵繼續往前 哇 這兩個附金礦真的對 通大師來說太傷了 這個地圖是不好 其實多半也是看你的附金位置在哪裡 好 天空熊這一波強軍是打得還不錯 我打到一點東西喔 大概沒有到非常強 但是有做到這個 邊打邊擁的一個威力了 哇 這個同時車串時間並不太好 可能要被騎士抓掉了 好 終於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通大師稍微能火了一下 好 下面繼續開柴 上面補了兩個射箭場 可能要再補第三個喔 因為那個 戰毛兵 數量不夠多 那待會也要補個彈道血喔 他其實現在可以點 通大師木頭是發生什麼事情 玩把木頭賣賣吧 欸 他有下市集嗎 有啊 2000多木 這個資源量把木頭全部賣掉 或是轉成農田喔 他去買 買肉好像也不錯 好像是樹生地喔 好 上毛兵 看到老頭 要側嗎 好 看到戰車被招搶 直接滴掉 哇 天虎熊這邊戰車壓力給的很十足喔 OK 天虎熊這邊村民術終於反超了回去 97吋 打上95吋 好 這邊頭子車也在開拆 好 繼續用騎士往前衝 但是後方有兩隻老頭可能會被招搶走了 好 天虎熊這邊壓制住的有點慘 但戰車的數量還在繼續出 哇 沒有在控 天虎熊 好 有彈道學的戰毛兵 趁他打戰車就會非常準了 去打老頭 歪了 但還好 天虎熊的老頭有這個三綁 所以被戰毛兵打喔 可能要十隻以上 才有可能秒不掉 全部都要擊中才可以 好 這邊頭大師想要在右邊再開啟動城堡 左邊這個挖金礦的村民一直被騷擾掉 這兩隻小公不知道殺了幾村阿 一直沒有發現 要太專心打這面了 天虎熊不希望他發現到下方的黃金礦被打 這面損失掉了非常多的戰車 老頭在招牆 直接低調 通大師這邊損失慘重阿 哇 中了 打了一發 往前走 沒事 但是天虎熊的老頭很坦 要兩發才打得十 OK 天虎熊有點賺 剛剛那個頭車賺到非常多的東西阿 好 正面全部潰敗 中午用風騎炮打掉這兩隻小公 那天虎熊現在快要把通道士家裡給包圍住了 而且空中這塊黃金 黃金的話 主經快要挖完了 OK 這裡有非常多木頭 打算要來爆灑農田 因為現在對方是打戰車 配投石車的路線 所以自己可能要轉一些騎士 或者是更多的戰毛兵 所以肉的需求量會更大一點 不然看到剛剛這一場 可能通大師是想打風騎炮 但遇到投石車的部分有點難打 所以通大師這裡可能是被迫轉成了 這個戰毛配騎士的搭配組合 那如果是這個搭配組合的話 孟家人這邊可以考慮轉個 工程戰相 或是毛相夫之類的 也可以考慮 甚至直接打這個大洛馬 應該是騎騎兵 因為他的新騎兵呢 打這個戰毛兵額外增傷 所以其實戰車馬功 配上洛馬的搭配組合 是可以稍微打得過這個搭配的 當然這個也是要看控兵的 是完全說一定打的贏 但至少來說 對於這個配兵組合 對天空雄來說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天空雄這邊也點下了戰車的升級 投石車砸爛 哇 一過去 投石車就把大量的戰毛兵 給砸到只剩下少量的四隻 外面投石車直接被騎士上去 因此也是收掉了三台投石車 看起來天空雄這邊的問題 是沒有點這個彈道血 所以剛剛打這些騎士 很多都miss掉了 好 戰還行 這一塊黃金牙蜘蛛 痛大師可能就涼涼了 哇 這個痛大師感覺有點被地形殺 那天空雄的戰車也是蠻猛的 也一直有在出 這邊高打低 停下來淫貫技術 派科技 派科技點完 戰車的攻擊速度會再加20% 但這裡沒有控好 戰毛兵解掉了非常多的戰車 變成近戰模式上前開砍 那後面有城堡 把水的撤退 那 通大師這邊 看要不要轉工化學 都是無限資源 趕溫大商戰 但現在沒有這麼多的黃金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原本趕溫大商戰是需要石頭跟黃金的 那 葡萄這邊的黃金 現在需求是要拿來趕快轉出更多的兵手防守 這樣要轉火套 或是轉出更多的黃金兵 去擋正面會更好 好 這邊想要打算先拆除上方的城堡 目前通大師的想法是 先拆除外側的城堡之後 先把黃金奪回來 然後再考慮後需要達成 好 當然這邊戰毛兵直接被戰車上前硬尻尻 十字戰毛兵可能又要再倒下了 孟大師這邊的防守 效果並不是很好 全部的戰毛兵死於戰車的刀下 孟加拉人這邊終於補下了戰道學 而且派克系已經好了 近在攻擊速度也很快 哇 直接爆砍一波 把兩台鏡頭司機也全部拔掉了 天空兵這波攻勢打得非常兇猛 好 先點一下化學是孟加拉 天空兵這邊 派克系的黃金只剩下少量的 大概一兩千而已了 這塊黃金附近反而被天空兵給挖走 天空兵這裡默默轉出了毛相夫 那這個毛相夫也可以吃到攻速加成 天空兵村民數來到141吋 目前領先葡萄人這邊是25吋 甚至26吋左右 那目前看到天空兵村戰車數量 還是有在繼續輸的 而且這邊戰車是用分隊形式去騷擾對手 這邊再把騎士拉回來 進入城堡設長範圍內 這邊戰車還在繼續屯 但金瑞毛相夫已經升級好 鬼轉大象 二公也在補上的路中 如果大象一進去 葡萄人可能會躺不住 因為葡萄人這邊沒有轉槍兵 對於對方的大象單位 是有點無解了 騎士也打不太贏大象 除非非常大量 但現在葡萄人並沒有那麼樣的經濟 可以轉出這麼多的騎兵 好 好 大象一衝進來 有救嗎 戰車上前 要來砍這個黃金礦車比嗎 還是要直接到後方 好 大象開始攻城 太坦了 三級的 馬凱大象 但這城堡高打爹還是很痛 好 大象重進去之後 衝大師這邊只有用少量肉馬 往前探查一下 看到這麼多大象 可能覺得沒希望了 他怎麼有點在擺爛啊 好 直接打出GG了 不是在擺爛 不好意思 這個看起來真是很絕望 是我的話我也會想擺爛啊 什麼都不想做了 只是想打GG而已 哇 天空熊這一波 戰車鬼轉毛象符 這個作戰策略打得真的是非常好 通大師這邊呢 應該是實在地圖真的是比較爛的 這個地圖真的沒辦法 他雖然有出去開城鎮中心喔 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天空熊這邊黃金沒有停喔 蓋完一個城堡之後 馬上就挖出第二棟 直接前壓 不然以通大師的一個遊戲經歷來說 你已知對方的基金轉戰車出來了 那第二棟城堡應該也會陸續去開出來 但是他沒有第一時間去把這個石頭給挖出來 在前線蓋出城堡來防守 這算是他的一個失誤吧 這算是一個敗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天空熊拿到所有的勝利 經濟資源這個後期喔 拿到帝王世代之後 馬上補齊了村民差距 那軍事方面呢 天空熊的KD比是2.02 1換2的KD比 但通大師的話只有0.5而已 所以有點慘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